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姬 終於在6月16日去到諾貝爾 在議長的頒獎台上發表和平獎得獎演說 當中又代表了甚麼意義呢 本身這次他技術上就是補發的宣言 本身是家人以前領助 對緬甸來說近兩年有很大的改變 似乎政府希望用昂山素姬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去幫助緬甸改革開放 而政府容許他領獎發表這些講話 所謂之前不能做的事 其實都是一個很成功的國際公關工程 希望有些形象改變之後 亦都會重新令到國際社會接納緬甸 加大投資等等 現在真實的答案都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就視乎現在的總統登城 究竟是心裏真正的上哪一套 有一派就會認為這些都是權宜之計 希望利用昂山素姬打破了國際孤立之後 令到反對派的影響力又會慢慢減低 當他已經被人吸納、追入建制 亦都可以慢慢轉型 維持軍政府的管治 另外有一派就會認為他可能是 類似戈爾巴傑夫那樣的人物 真是想好全力的改革開放 但現在我想我們客觀地說 這兩年的改變是在88年之後 緬甸所謂最誠懇的改革 所以很多西方觀察員 都是寄予很大的期望 而且我們剛剛去過那邊 觀察所得 似乎開放的程度 都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大 暫時可以回到頭的 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 依然身處在中國的監獄 到底一個軍人政權的緬甸 和一個所謂共產政權的中國政府 又有什麼分別呢 本治手法在過去80年代的時候 軍方的政權在緬甸 甚至可能會比內地的政權更加高壓 更加傾向於使用武力都未定 但他面對那個挑戰 也是比內地的政府嚴峻的 例如緬甸有很多很有勢力的分離主義 小上民族的集團 這些一直以來和中央政府都不爭辯 亦一直在挑戰政權 相對來說 雖然整個中國政府都有這些問題 但他們受到真正的挑戰 是會比緬甸勢 加上緬甸那個國家 它對外間的依賴是大 因為你會見到它的鄰國 近年經濟發展得很大 它政府都會想為何他們一定要這麼緩慢 人民的生活 如果那次不到政府 政府都不可能長久 這次昂山的模式 我想是一個很獨特的模式 即是他究竟是被吸納了政府 還是維持著他一個反對派的身份 其實是介乎兩者之間 曾經有一個說法 登勝的政府甚至希望他入國做外交部長 他自己就說他不願意 起碼他現在做很多事都在配合政府的議題去做 我想這一種默契和配合 在現今內地的土壤是不成熟的 對政府來說 對現任人士來說 可以有這種配合 在可見將來都很難出現 即就算面臉的案例 在十年前 如果當時的政府要求 昂山素姬這樣配合 他都未必會願意這樣做 但現在到這個年紀 他都會想民眾希望有些改變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妥協 這種心態在內地的政府或民間來說 我想現在都未成熟可以做得到